我們另外來看中國現在出現很怪的情況 中國現在突然說 他們有一個治療新冠的特效藥 這個如果是真的話 是全世界大新聞 對啊 那我們說要這個對付這個疫情 可以承成三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的話就是檢驗 就是能夠馬上檢驗出來 是不是有這個被感染 另外的話就是治療 那當然最根本的解決之道就是預防 也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講的 這個疫苗的這個注射率要提高 好 那但是如果說這個病生了 但是其實你根本是不會很嚴重 而且很好治的話 那這個病或許也就不太可怕 但是糟糕了就是在於 到底現在有沒有好的治療方法 特別是Delta 結果一線曙光對不對 竟然說是特效藥 而且他說在他們自己研究的案例當中 來記你看到最下面那兩行紅字 用了這個的患者治癒百分之百 沒有一例死亡 所以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當然或許他們還有別的治療方法 但是他們就覺得很開心 從來沒有看過一個新藥 可以這麼快被檢驗敢這樣講的 對 都已經出來了 這個真的大家聽了會覺得 如果是真的當然很開心 好 那我們先來談一下 我們看到他上面講 治療新冠肺炎特效藥 那當然他有他的名字 他這個新冠特異性免疫球蛋白 這個特異性 當然我們這邊比較習慣講專醫性 那免疫球蛋白也就是抗體 也就是特別針對這一次的這個SARCH COVID-2 這一次的這個病毒 專門能夠針對他來產生 這個能夠辨識的抗體 好 那問題是他這個是怎麼做的 他也就是說啊 他們其實就是打了他們自己的 這個減活的疫苗之後 那我就健康啦 我是不是就打了我就OK啦 我們之前不是還會說 會量他裡面的這個抗體 中和抗體的效價 所以也就是說我打了疫苗之後 然後就抽我的血 從我的血裡面呢去把這個有效的抗體 把它給濾出來 濾出來之後呢 再把它做成安全的製劑 然後在靜脈注射到生病的人的身上 那他們得到的結果是 治癒率是百分之百 好 那但是我們當然很擔心 因為他相關的研究都還在進行了 那如果真的能夠成功的話 而且老師跟大家報告 這種來自於被感染過的人的血漿治療方式 其實一年前就有人提出來了 那問題是他是不是成熟是不是好用 那但是我們現在大家全世界在拼的還是什麼 還是打疫苗嘛 對不對 現在有一些說法很有趣 因為剛剛也談到 很多老人家是害怕不良反應 特別是嚴重的不良反應 那例如說什麼猝死啊 心肌炎啊 心包炎啊 現在竟然有一個說法是說 我們的打針的方法都是手啊 打在這個三角肌嘛 這塊肉很多的地方 垂直打進去就肌肉注射嘛 但是如果不小心劃到血管的話 這個疫苗跑到血管裡面 他們竟然說經過用老鼠來做實驗 發現如果完全打到肌肉的話呢 就不會有這些不良的反應 所以他們就有人 在中國大會他們就有人建議 其實我們的衛福部 是沒有建議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他們說可以回抽 什麼叫回抽啊 回抽其實這個動作有一點恐怖 就是這個針打下去之後呢 稍微拉一點回來 如果他打到血管就會拉到 就會漸紅 就看到有血出來 然後如果OK就直接壓下去 那因為這個動作 你說針戳進去針再拉一點出來 不是針是後面的那個藥 對他只要推 藥就會推進去 他只要拉就是抽 就能夠抽 他的意思是說 這樣有什麼效果 中國大陸的專家是說 我用這個動作就能夠確定 是不是真的打到肌肉 而不是有傷到血管 他就不會進到這個血管裡面去 那但是其實根據我們 衛福部我們的通報裡面 這個標準打針的過程 因為這樣做會很痛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打針 特別是肌肉注射的話 是沒有這個步驟 那當然他們啦 根據他們的研究是說 只要這一個小小的動作 就能夠達到這樣 那但是我們其實都覺得 這個說法其實蠻怪 也蠻有趣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 趙老師你怎麼看 這樣他說這樣抽 就是可以減少副作用 其實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疫苗不直接打到血管裡嗎 因為疫苗它是一個抗原 它如果說直接打到血管裡的話 它會產生一個快速的免疫反應 所以很多疫苗都會造成血栓 那所以為什麼它不直接打到 這個血管裡面 它是有原因的 所以它打到肌肉 就透過這個慢慢擴散 然後進到身體裡面去 所以它想用這個方法 可以更加確定打到肌肉 是合理有合邏輯的嗎 所以它理論上 我們打這邊也不會 直接打到血管裡 其實打這邊 本來就不是會打到血管 這邊本來就沒有大血管 讓針去戳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